中低价股它就有一些 补涨的一些条件契机存在 举例来说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电子纸 电子纸原态涨上来了 3049的核心 在这一块来讲 明年的出货有机会增加 而且还有集团作战 十几块的股票 你看3049核心的一个形态 就有点这种 就是中低价集团作战 开始去做喷出 那再来中低价张东 你可以再挑选 就是那种股进比 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委屈 但是又有业绩期待的 像是2323的中环 因为中环的股价 第一个不到片面有10块 那原则上你说万八的行情 你买这种中低价的个股 第一个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第二个当然它也还有 所谓的一个委屈的条件 因为毕竟来说中环的净值 有15块5 那现在的股价只有9块多 等于它的一个PP值 大约只有0.59倍左右 那第三季已经开始赚钱了 那以中环来说 我觉得也有几个 在明年的业绩的一个期待性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原宇宙 其实原宇宙在资料中心这一块 所谓的AD的一些资料的储存光碟 其实它的用量跟需求性 在未来绝对会增加 因为未来原宇宙的一些资料量 所谓的一些影像处理 会比过去有跳躍性的增加 所以中环在AD光碟储存 原件储存的一个设备 这一块的市场 我觉得是有它的一个期待性 再来就是我们今年最热门的 大家都在谈NFT 那毕竟中环大家最耳熟能详 除了转投资这个微臭影城之外 中环影视在相关的国片台剧的 影音的一个制作方面 算是台湾最首屈一指的公司 在先前我们也谈到嘛 像是这个王家卫 这个主导的花样年华的 一分三十秒的一个 所谓没有外流的影片 在这个NFT 卖出了一千多万的高价 所以未来电影影视游戏 在NFT的一个所谓的浪潮之下 反而他们的估值啊 具有这些高IP的这些影音公司啊 我觉得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再去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评价 你看像Oh My God的一个部分 就是发行了这个旗下的这个 Luna Online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IP的这个卡牌啊 在OpenSea上架 你看这Oh My God的股价在前一波 就一飞冲天 从一百块出头飙到现在快两百块 所以刚刚谈到2323中黄的部分 又是属于这种中低价 那所谓的明年又有比较这种 转机性成长期待性的一个产业 第一个我觉得 投资人在布局上 你买这些公司在低档低机器 本股仅比又偏低的话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它是比较安全